马上要过年了 趁现在猪肉还没涨价 给家人做点香肠 自己做的吃得更放心 首先猪肉要选用八肥两瘦的前腿肉 这种肉有肥有瘦 口感就是好 我们先把肥肉搅成肉泥 再把瘦肉搅成颗粒状 千万别搅得太碎 要不然呢就成了饺子馅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朝一个方向搅打上进 我每天都在认真教做菜 能不能点个小红心鼓励 那就太感谢了 调味加入屏幕上的这些调料 我怕普通话说不包准 大家可以截头保存 一起搅打均匀 你看像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包猪肠衣 加点料酒泡一会儿 再清洗干净 在尾部打个结 用买肠衣送的灌肠器 把肠子套在上面 将肉塞入灌肠器 肉肠只要灌8分满 每隔15米打个结 用牙签搓动排气 防止煮的时候爆开 冷水下锅 一定要开小火煮 水不能沸腾 大概煮40分钟 这样妈妈味道的 自制肉肠就成功了 做好可以冰箱冷冻保存 想吃的时候 拿出来煎一下 自己做的真材实料 满满的成就感 一点也不比外面买的差 太子胃肠就成功了 太子胃肠就成功了